歡迎各位收聽今晚的節目 現在是晚上10點02分 剛才我播的第二首歌 我覺得已經澎湃到 我在那一刻幾乎有想過 其實也不用出John Wick的氣勢 那首歌很厲害 我覺得很棒 聽眾已經說了很多次 可不可以留下歌單 但很多時候 我一直做節目的時候 我按著那一刻的聖靈感動 我亂按那些歌來播 我自己也不記得我播的那些什麼 那我盡量 我盡量 保持著 留下 我記著我播的那些什麼 看看可不可以 遲下在那個節目那裏打出來 聽到節目那些 如果你在YouTube那裏聽 你看到我在下面那裏有打出來 那就是我還記得 如果沒有打的話 那我真的已經沒有辦法 我已經不記得了 那剛才我播的那兩首歌 就是 Rey Lu縣那個 Party Day 和神晴光朗的小用事 那我待會再播 播別的歌 今晚我的計劃是會播多些歌 因為今晚有Bible Quiz OK Bible Quiz 每一題之間我打算播歌 因為我要給大家一點時間 去看 我要你看那些聖經 OK 但不難的 不難的 就是那個答案完全在那個經文裡面 就是看你自己看不看到 那個遊戲稍後才玩 OK 今晚第一件事就是公佈 首先進來留言的那幾位聽眾 這件事一定要做 今晚第一位就是2點半進來的Building Force 第二位就是葉永恩第三位 B香第四位Dina Peng 以及第五位的Cat Cat C 但願上帝的恩典和聖靈的感應 就是常與剛才數到的那五位聽眾常在 至於另一位奇特的聽眾粉皮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注他今晚 是否拿到第六位 他依然是拿到第六位 那就是大發神威 因為早兩個禮拜有個禮拜他拿了第七位 他拿不到第六位 我想那一刻對他來說是很大打擊 很大恥辱 所以這兩個禮拜他就回勇 就是整天佈著在電話旁邊 或者在電腦旁邊 他整天盯著什麼時候可以拿到第六位 我覺得你很偏心 自從粉皮要開始做第六位之後 你以後Cat都Cat了六位 是啊 我要記得第六位是不是他 如果沒有Cat 連我自己都不記得他究竟有沒有拿到第六位 是啊 因為有圖有真相 我們這個節目就是崇尚這件事 OK 好 Yen他很開心 因為他拿到第二位 是吧 那先看看 我看到在Chat Room 已經有些朋友進來了 我看到剛才贏了那個 葉詠優 Yen 他有詳盡的解釋 他說SGL其實是Single的意思 噢 那個名字是讀得好 是呀 是呀 很有心思的 多讀啊 還有阿維亞哥Titami Ricky Law Production Team 那就是Production Team 他說九位 你好 天sir 好久沒聽你Live 是嗎 好像沒多久之前 因為我印象中還有Production Team 這個名字 你都不是很疏難 看一看Cat Cat Tom Elai Salao 包包 包包 包包更久了 包包 是吧 Jam Chew Batman 李總叔叔 Handmaker Timothy Butt Kalem Su Jermaine Lai 他說 早晨各位 烤天早晨 他說 上個星期要上班 搞到手機和個人都很沒電 真的非常抱歉 他的老闆說 現在是共渡時間 但是他的人真的是奸 工時加 人工就沒得加 不過香港一向都是這樣 你要鐵石心牆 不肯開OT 這樣才有 那些人是不會補水的 他說 多多包含那些打工仔 這樣嗎 我考慮一下 原諒你 下次不要了 OK 那維亞哥說 Why skip me 維亞哥在哪裡 skip了 頭五位還是什麼 不是你應該剛才讀名 讀名 不出奇 因為我立得很快 OK 歡迎那麼多位 有人被skip 紅蓮說有人被skip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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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政治化 不要把政治帶進來 烤天Live 不要把政治帶進來 烤天Live 因為政治本身已經是 烤天Live 你不用帶他進來 OK 好 今晚我預告一下 我們節目的流程是怎樣 頭一部分 我就會講一下 港狗培靈言經會 那個國民詞牧師 有一些言論 其實主要是因為 其中有一張圖 大會幫他截出來 不是批評他的人 截他一句說話出來批評 而是大會截他一句說話 一句看起來是有些問題的說話 然後很多人就分享 和留言 評擊他 我會comment一下 但是我不想截取一句說話 去comment他 我會截取他幾句說話 去comment 另外 我們會真實 看看 因為他有幾場港度 我們不會看完幾場港度 幸好 我選了其中兩萬 裡面的一小段 這樣 這個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之前我都說過 我沒有看過 那一小段 如果是比較容易的 那一小段 我都說過 那一小段 我都說過 那一小段 那一小段 我都說過 我真的要聽 但是這一個 容易很多 因為它有個文字版的 所以我就這樣看這個字,就真的容易很多 那大家看看,有位朋友叫Yin Hey Mac 多謝他的贊助商留言,他說 Hi,我幾個月前supercheck過,介紹一下superliminal 現在在switch和ps4都玩到了 我不是沒有查過的,跟聽眾說 我在電腦上下載了,他推介過之後 但是我下載了之後,我就發覺那隻遊戲 不可以用手掣來玩 要用keyboard and mouse 我不知道我拼得不對還是什麼 但是那隻遊戲真的只可以用keyboard and mouse 對我來說,我不可以 我一定要用手掣來玩 但是他說得對,那個switch有 我會在switch那裡下載一隻遊戲 應該都ok,因為我看過那些遊戲 好像畫面很簡單 我想在switch那裡玩,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應該會玩,我會喜歡玩那些遊戲 因為它不是那些動作遊戲 好像是那些解謎遊戲 好像有一點像portal,portal 2那類 所以我是會願意試一下 但是如果是那些first-person shooter 例如那些call of duty那些就會一般 但是我看那個款式,似乎是我會玩那些遊戲 總之我會講那個港九培寧言經會 特別是粉興晚會裡面的一些內容 不過都是八卦這樣看一下 八卦這樣看一下 為什麼我會看呢 主要就是因為國民詞過去是支持方舟的 所以我對於他苛刻一點 批評他多一點,我覺得是很ok的 你覺得很ok的 我覺得很ok的 我的心是會覺得安樂的 我不會覺得有問題的 OK 再講今天的流程 第一部分 然後第二部分 如果還有時間 我相信是會有時間 我覺得我講國民詞應該不會講很久 然後第二部分 當然 因為待會我們講的那些話題 是會講到 上教會 上大教會 你上教會的時候 會不會很 以那間教會為榮 講一些那些話題 如果你有些個人的分享 適合一個good timing 你可以call in 如果你想call in的話 你就在Skype找我 OK 就是HowtinLive 你可以在Skype找HowtinLive H-O-W-T-I-N-L-I-V-E 你留言告訴我 你想call in的話 我會接你進來 如果沒有什麼那些 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剩 我會跟大家講 一些關於聖經的事情 有一件事就叫做 Editorial Fatigue 我會把那件事變成 一個聖經遊戲 就是我們玩遊戲 OK 所以今晚我們會做 兩件事 OK 那 現在首先講一下 國文詞 OK 哪位呢 這個 我對這個名字是有印象的 主要是因為 我們先看看 我以前是有六個片 我免得 聯絡24小時 客服人員 這是什麼 真人遊戲 即入1200 上3600 我看他寫什麼 遊戲平台 那位 國文詞牧師 我對他有印象 對這個名字有印象 因為他之前 那個 影音事團 被很多人批評得很厲害 已經是很多理據 就是告訴別人 那個影音事團 去找那個方舟 並且堅稱自己 很有機會已經找到 然後又說 開了一些報道會 什麼 殷方舟信耶穌 然後 大法 大範圍 去 無捐 很多人批評 他們很多的手法 和他們的態度 然後 那個影音事團 他就反擊 他的反擊方式 就是不需要講道理 他就是找一些出名的牧師 各類的人 例如 林爾諾 梁煙成 那類 還有 蔡春熙 一堆 其中一個 包括 國文詞 那時候 幫他錄片 我記得好像文章都有 我不是很記得 有可能有 他就是 撐回那個影音事團 去找方舟的這一件事 這樣 OK 所以 我那天 我記得 我不記得 Youtube有沒有 那天在那個 野教移民錄 就肯定有 就是 簡直是 有整集 一條片 就是講 國文詞 撐影音事團 這件事 所以我對他 就是有印象 但是我對他的印象 我不是不喜歡他 我又不是跟他 有仇 只不過是因為 他那天撐方舟 然後我批評過他 這一件事 所以 我就對他有印象 所以 但是 跟了很多年 他在教會裡面 都依然是 做得很好 就是 就是 又是 一個神學院的院長 這樣 並且 那個 港九培寧言經會 也都邀請他 去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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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卿晚會 是不是 粉卿晚會 粉卿會 的 主講 OK 那麼 那 就 阿威亞哥 他也有一個 贊助商留言 他說 熱烈支持 敲天拉夫 加入 遊戲 互動環節 期待 玩聖經遊戲 OK 那就 多謝阿威亞哥 其實主要就是 因為我想不到今晚有什麼其他的題目 所以 找一些事情搞一下 純粹就是 OK 但是他這幾晚 他在那個 延經晚會 就是那個 那個 粉卿會那裡 他有一些言論 就是 被那個 港九培寧言經會 截取出來 做圖 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 很多教會 還有很多 網上一些的媒體 都會這樣做 例如 那些 什麼 KINGJER 那些 KINGJER 還是那個 他會自己做些圖 就是 做 生悲 因為人們就是喜歡 分享這些 他就是喜歡 分享一句 好像有些 很有意思 金句 所以他就做圖 用來 握個like 給人分享 就是多些 exposure 還有 他在圖下面 在左下角 做個 hashtag 但是他的hashtag 做在圖上 有什麼意思呢 哈哈哈哈 他的hashtag hashtag 就是讓那些人 變成一個 hyperlink hashtag 你按下去 就很簡易 你看完其他 帖子 但是你這裡 沒得 click 你做在圖上 沒得 click 不過anyway 他做了就做了 他講的 他講的 題目 就是看《以忽所書》 他每一晚都有一個talk 他所有的talk 都是跟教會有關的 特別是 最多人留意 就是他這一張圖 他這張圖 他就寫教會增長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會眾會以他自己參加的教會為榮的 這間教會就會增長了 這樣 ok 那那個 那個 那很多人 很多人share 批評 就是我初初 因為其實我facebook 差不多是所有東西都已經是 海豚刑警 還有那些美女 那些模特兒 那些 沒什麼正經的東西看了 已經是 但是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都看到有幾個朋友 他有share出來 在我facebook那裡有pop出來 你看到 這件事 就是 炒起了 但是很多人 他又不想 有很多其實是教目 就是有些教會領袖那些 我想他們是不想 就是在這裡 就是 很多人他不是直接share 他是cap cap那個圖 就是cap那個screen 然後他自己upload 多一次 ok 有一些也是這樣 所以你在這裡找 其實好像不是很多share 但是其實是多的 就是連我都看到這些post 其實就是多的 還有我看到那個 粉紅安 他也有share 如果你去看那個 OK 就是很多人批評這一句 這樣的話 OK 我也不多說了 但是我就想指出 真的很好笑 這個 他這裡有一個留言 今早我就看到 他這裡 有一個叫Grace的朋友 他就說 基督徒追求的東西 什麼時候是變成以教會為榮 而不是以基督為榮 教會增長 是會眾存在的目的嗎 會眾存在的目的 不是為了要榮耀基督嗎 牧師 我很亂 然後有一些人去回答他 其中一個 包括營運這個 港九培靈賢經會 就是港九培靈賢經會 那個 那個 那他就說 建議你去看 第二堂奮興會的 港度速記 那你呢 就是可以了解更多 然後你看到 後面就有 14個 那些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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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說話是你自己CAP出來的 是不是? 那個港道 我們會看他的港道是怎樣 他的港道這麼長 你這麼多東西不CAP,你就是要CAP這一句 這句你就這樣看,你也猜到有人會批評 你有沒有常識的,港九培寧言經會 我不是說他後面CAP圖 總之CAP這句話出來做圖那個人 是不是? 你都選得很有問題 根本上就是培寧會那些admin他自己造成的 我相信這句說話也不是 國民前牧師說這句很棒,你幫我做圖 我相信不是這樣 應該是延經會背後那些搞手 他們覺得這句可以做金句,應該很多人喜歡 很重要 You have bad taste OK You have bad taste That's a bad choice 但是你自己CAP一句這樣說話出來 然後被人評擊 你就不可以說別人評擊這句說話 因為是你自己highlight這句說話 是不是? 都沒有人highlight這句說話 除了你 是不是? 那你做一張圖出來 你拿出來做金句 那別人當然是可以評論的 你不可以自己CAP一句說話出來 然後又說 你不可以只看這句說話 你都看了什麼 這句說話是你自己CAP的 怎麼搞錯? 神經病 對不對? 你不可以聽說 我可以聽你們看 你不可以聽你們的 這句說話 如果不是他港道的核心 事實上也不是 不是那晚的核心 反而是另外一晚他就真的講 講舊堂 另一晚 那晚不是 那你就不應該CAP這句了 是不是 你自己也解釋為什麼要CAP這句出來 這句確實不是的 你看他的港道 這個是他的開場白 其實如果我要批評他 我反而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講他這樣的話 跟那晚說的話 其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真的 那晚也不是講教會增長 所以我覺得那個嚴敬會 我覺得他是很不公平的 他這樣批評那些人 在一般情況下 如果有人 就是別人說了很多東西 然後挑剔別人裏面 就是一句話 確實是不太好 但是這個狀況是那個嚴經會 他自己造就出來的 根本上就是 所以最沒有資格去批評其他人這樣做的 就是嚴經會本身 所以就收爹吧 拜託你 真的 我不知道這個圖是誰做出來的 或者是我認識的 但是我沒有意義 它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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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所以我覺得很多段 都是好像金句 很合理的 我自己就不覺得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的價值觀 跟那個嚴經會背後的人其實是很不同的 他覺得是金句的 例如剛才那句 怎麼會是金句呢 對吧 這裡另一句 他說 為何教會今天失去光芒 是因為我們沒有認真的對付罪 我覺得這句話 由國民慈牧斯 他自己親口說出來就特別搞笑 因為這個根本上就是影音市團的寫照 以前影音市團很有影響力的 很多人是信任他 就是覺得他拍那些見證片 裡面是有愛 是可以造就人的 為什麼影音市團今天 失去光芒 是吧 縮了水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認真的這樣對付罪 沒有認真的這樣面對他們說錯話 是吧 就是他們沒有認真面對 就是他們那個的態度 他們那個的手法 是吧 就是由頭到尾 他們都始終在玩一些的手段 是吧 去到最尾他在打那些這樣的形象牌 就是哭幾下 是吧 就是找一些很出名的牧師 幫他撐 就是那些這樣 但是就是講到底 就是說 他說自己不知道 走了什麼一里路 就是 誰跟他們繼續走下去 走一條錯路 為什麼跟你繼續走下去 就是你這樣說得 就是說你當初是沒有錯 是不是 就是你之前搞落過一些這樣的報道會 就是用那些方舟來報道會 你怎麼跟進回 你就是跟進不回 你怎麼更改 就是告訴別人 其實之前我跟你說 為什麼你要信耶穌那些原因 哎 sorry sorry 其實我說錯了 我想如果你要認真面對 你至少要這樣 但是當然他們不可能這樣做 那你怎麼對付罪 你這句說話差不多在批評 就是那些這樣的應音士團 而這個郭牧師 他是支持的 他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OK 等一下 不是 這個 這個 這裡他有另一 另一句的說話 好像是金句 但是我覺得是交到無論 是吧 就是不合理 他這裡說 嘗試一個操練 操練 你跟一個意見不同的人 政見 教會事務也好 甚至乎是你的配偶 在未來半小時 你要好好聽對方說話 是吧 不反駁 很留心 很尊重的聽他說 然後就按照聖經 說幾句真誠的 造就人的好話 是吧 你知道嗎 有些基督徒是喜歡聽這些 這樣的東西 是吧 但是 這些不可以當金句 去信奉 是吧 我不是說 在很多的情況下 你要耐心聆聽 然後溫柔地回答 你可以做得到 但是這些不可以當金句 因為有很多的情況下 你是不會這樣做的 是吧 無論是耶穌 無論是保羅 我都不需要引用聖經 告訴你 實在有很多例子 完全不是這樣 你一直說不對的 你還要我在聽你說半小時 是吧 然後他說 你要按照聖經 說幾句真誠的造就人的好話 這樣 按照聖經 不一定是說好話的 你看聖經 所有人 從來都是說好話的嗎 我告訴你 哪些人隨時都是說好話 那些假先知 什麼時候都是 都是報平安 都是說好話 我告訴你 是吧 造就人的說話 是吧 跟你要怎樣表演 溫柔的說 好話 那些完全是兩樣東西 根本上就是 知道嗎 知道嗎 對吧 對吧 有時候 是堅實地說過現實 告訴你 是為你好 是吧 就是告訴你你需要改過 是吧 悔改 就是聖經一個最簡單 最基本 也都最重要 是一個核心的要求 是吧 你為那個人好 你一定要告訴他 你是錯的 這個是基督教 就是那個信仰的基礎 是吧 是吧 要為你過去撐影音使團 這些事 是吧 你需要公開道歉 不是向我道歉 向廣大香港 信任你那些基督徒道歉 是吧 我覺得我正在說好話 是吧 這個是事實 是吧 這個是真誠的說話 是為了造就你的 是吧 但是你未必對聽 你又不會做 因為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都已經 你都沒有做 是吧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 我跟 我跟 這些的 不知道 這些 嚴經會 這類的 牧者 那些 我跟他 就是 價值觀不同 不是個個都是這樣的 以前 例如有爆為軍 有些 有些好那些 講完的 不是個個都這樣 交的 我沒有聽過 不是 我說跟那個嚴經會 背後那些人 有不同 就是他截取 這些 這些金句 以前都沒有 是嗎 又拿錯了 是 拿錯了 人家裡面可以有很多其他金句 我沒有細心看 是吧 可能有些講聖經 那些是講得好的 但是 我看很多這些 他覺得是金句 很棒的 這些可以分享 這些可以用來做宣傳 我覺得 他選的那些 全部都是 我覺得 不是 Are you joking? 就是那類的 我覺得 如果你有興趣 看他那些 那些 港度 他有一些 港度 筆記 他有明確說 這個不是 國民慈牧師 為他們 為大會提供 而是 大會有人 做這個紀錄 但是 他也是 相當仔細的 我想 他可能是 錄了音 然後 寫出來 相當 相當 詳細 但是 都說清楚 因為他也有 強調 這個 在燈之前 沒有給 國民慈牧師 看過 但是 我覺得 他放在那裡 我可以 評論 他放上網 那些 那些 文字記錄 是吧 但是 如果你是 要我去 聽 聽 過幾兩個小時 那些 我就 不可以 應該 但是 有一些 我覺得 是可以 可以看的 OK 但是 不如休息一下 我 鼻子很癢 因為 你今天早上自己抹了層 沒有關係 所以 有沒有 知心 鼻痕的人 可以 解釋給我 我整個星期 都不會鼻痕 他是做節目才會 但我做節目 一做 烤天Live 這個時間 我對著咪咪說話 我鼻子就覺得很癢 會不會是 但是 我有這個網之前 我也有 你記不記得 我不記得 待會 我自己去扔 不過 無論如何 我們會直接 進入到去看 他那個 廣道的 內容 其實我特別是想說 他裡面 廣道裡面 他有 講到一些見證 就是那些 他的見證 真的很奇怪 但是 我們都可以 說一下 我們現在聽首歌 歡迎各位 繼續收聽今晚的節目 好 繼續說回 國民慈牧師 在港九培靈嚴經會 奮興會裡面的 一些講道 我選了幾個片段 我明確說一下 我是沒有心去 詳細分析 他的訊息 我沒有興趣 但是你有興趣的話 當然 你是很歡迎 你去 自己細心這樣看 我就不要了 但是 我就選 裡面一些 我自己覺得是一些 比較有趣的片段 就是提一下 這樣 OK 提一下 提一下 OK 第一篇 我想看的 就是叫做 《何等榮耀的教會》 這是他第二晚的訊息 也是 很多人 評論那張劇圖 在這堂的 這堂的 講道 抽取出來 OK 他這堂 是一開始 他就這樣說 你看到 他那張圖 其實是他 在這堂的第一句說話 其實是 他怎麼說呢 他說 他這堂圖叫做 《何等榮耀的教會》 他說 教會增長究竟有什麼要素呢 一個 教會調查講增長的教會 主要是交通方便 但是我就是木會 超過40年 如果要選擇一個最重要的要素 在我有限的經歷裡面 我就是會選擇 會眾是會 以他自己參加的教會為榮的話 就是那些教會會增長得最好 因為那些會眾肯定是會邀請人來的 然後他就說 今天我們看看 教會是一個何等榮耀的教會 他說 保羅說 上帝 簡選的教會 是要上帝得著榮耀 這堂圖 我們也不需要假設想到他很不堪 他不是在這堂道裡面說 最有榮耀的教會就是增長的教會 他也不是這樣說 我不知道他心裡想什麼 我沒有興趣知道 但是他沒有說 就是沒有說 OK 對他比較正確 但是那個問題回頭 你的信息不是這樣說 為什麼你開頭要這樣說 究竟關什麼事 為什麼要這樣開頭 無緣無故在這裡提出 無緣無故在這裡提 教會怎樣可以增長 就是那些人以教會為榮 我想了很久 為什麼要這樣開頭 你是不是想著吃那個榮字 榮耀的教會 我以教會為榮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間教會榮不榮 要不是你以他為不為榮 那個榮是 你只是吃個字而已 但意思是說兩樣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是完全不理解 而那句說話也不合理 OK 那句說話也不合理 他說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教會增長 就是 會眾會以他自己參加的教會為榮 因為他肯定會邀請人來 這不是事實 事實上是很多人正在回一間 他自己不喜歡的教會 OK 但是那些信徒 他的眼光是超過那一間的堂會 他想著 我做這件事 不是因為我以這間教會為榮 只不過我自己因為各樣的原因留在這裏 我是忍氣吞聲很久 只不過我正在回這間教會 但是 既然如果他是 搞一個 福音聚會 我也想有人可以 信聖經 信耶穌 藉著一個機會 但是我絕對就是不滿這間的堂會 但是堂會還堂會 我也不想撈亂他 如果有機會給我身邊的朋友去認識神的話 也OK 所以 他講的東西根本上不是事實 這個最近的例子就是夫人 他自己也分享過 他之前回到教會 有一間很大的教會 根本上他自己不喜歡 他每個星期回到崇拜的時候 他自己心裏跟牧師在爭辯 但是如果那間教會是搞一些 一些的福音聚會 他都會帶朋友去的 他沒有以那間教會為榮 只不過他翻開 那你回那間教會 你有留下來 可以有很多原因 可以因為那些朋友 各樣東西 那又不代表以那間東西為榮 最好 最好他就可以回第二間 找一間更加合適的 根本上就是 是不是 這兩回事 根本上就是 事實上這個世界很多教會搞得很好 但是那些 那些會眾不是以他為榮 也有一些的教會 他人數增長多 那些的會眾 他們也都以那間教會為榮 但是上帝是不喜悅那間教會 這樣行不行 這個絕對可以 為什麼不 石安教會 是多人過很多堂會 對不對 是不是 他不是很大 他不是萬人教會 但是事實上他的人數是多過 很多的堂會 比較小的堂會 是不是 他的會眾 信仰是非常堅實的 是不是 你差不多是 叫他吃太陽那些照吃 以教會為榮 那些人 你試一下 你可不可以叫那些會眾去吃太陽 是不是 不行的 他那些會眾 就是以安教會為榮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是真 這兩回事 根本上就是 這句說話 完全不合理 但是我也幫他說 這就不是他 訊息 這一堂訊息的核心 但是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這樣說 一開始就這樣說 而且那句說話 根本上我就是 我覺得是不對的 OK Alright 這個就有位聽眾 就是Chan Wing Chun 他說 I love to eat the sun 他說他喜歡吃太陽 是啊 我那些 因為我那些聽眾 就堅實了 是不是 以我這個台為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這個Justin 他都說 我想也都是 代表著很多 很多信徒的想法 我也想以那間教會為榮 但是最緊要是 那間教會 能夠結身自愛 才可以 哈哈 對不對 這個也對 對不對 所以 但是我們 Move past 我們當沒有看過 既然他那個 不是很重要的核心 這樣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他這堂道 核心在哪 哈哈 這個 但這個不能怪我 對不對 他一開始已經走歪了 因為 太多 distraction OK 但是 他裡面 這個 陳四 就是說他喜歡 FFX 因為敲天 因為我不記得 說 我本來打算出post說 因為我覺得 我跟FFX的合作關係 已經去到一個平頸位 我覺得 那個片尾曲 我很多謝 FFX 一直以來 對於 對於我們這個節目的貢獻 對於他們的委身 哈哈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關係 應該是差不多 所以 片尾曲 我想換其他任務 我想大家可能都會 猜到會換 總之就不是FFX OK Anyway 他後面 有一個 他講 另一件事 又是跟 智業有關 也是跟 扣堂有關 也是一些見證 我覺得 他為什麼會提 那個見證 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麼 他這樣說 我照讀而已 李總叔叔說 買會子大中小計 NO 那個是另一晚 另一晚 你撈亂了 那麼 他說 他說 包會員牧師 是不是爆為君的 親戚 這個 因為我不熟悉那些關係 OK Anyway 他就包會員牧師 對我生命很有影響 他很少提到他個人的事情 有些事情已經結束之後 他才跟我們說 這個例子可以告訴我們 感恩和祈求 是可以同時發生的 OK 即是我們祈求的時候 已經可以感恩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1984年我已經畢業了 那一個播道神學院 在同一條街 就買了另一個物業 但是神學院就沒有錢 就算是 即是基督徒賣家 其實他開那個價錢 就已經是低了 其實但是神學院 依然是給不出 OK 有一天早上 他就打算 即是那個包包牧師 他就打算去銀行 就借一大筆錢 在他出門之前 就收到電話 有人跟他說 我知道你們有需要 我準備捐一大筆錢給你們 他就很開心 及時與上帝奇妙的作為 但是這個牧師 他是一個很熟靈的人 聖靈就提醒他 你是不是很開心 當然開心 為什麼 問題解決了 因為有錢 但是在那個時候 聖靈就提醒他 你拿到錢沒有 他說還沒有 還沒有拿到 為什麼你這麼開心 他心裡就想 但是對方答應了 聖靈就提醒他 人答應了你就很開心 為什麼在聖經裡面 你不會覺得這些會發生 如果神答應你的事情 為什麼你沒有這麼開心 有人答應你 你就這麼相信 我覺得他這個 他這個故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發生 如果是那個包會員牧師 他是這樣想的話 我也批評他 I disagree 我不管他這個見證 他那個 他的路向是怎樣 但是如果是 Present到這樣 任何人說 我都Dsagree 我不管是誰 OK 聖經有答應過你夠錢買糖的嗎 買物業的嗎 我不明白他這個故事是怎樣 他說 人答應你就很開心 為什麼聖經裡面應許 你不覺得 聖經有應許你 你會夠錢買物業的嗎 蛤 你在說買物業 你在說借錢買糖 現在是在說 現在有人說 他捐那個錢 所以他不用去銀行那裡借錢 所以很開心 像是上帝應許的 現在是成真 OK 聖經哪有應許你這些東西 NO 我不明白 要是他這個故事 他漏了很大的隱形 可能是他發夢後 有天使親口跟他說 我會安排 有人給你大塊錢買這個物業 你完全不需要擔心 除非是這樣 如果不是我真的看不到 就是我畢然說 政經怎麼應許你 會夠錢買物業 NO 我不明白 我真的 很無厘頭 但是他是突然說 這個見證出來 去證明一個點 他想證明一個點 就是當你是祈求神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感恩 我可能不會有意義 這個事情 我想不明白 我覺得不合理,不過無論如何 但是聖經都沒有 沒有允許你,可能上帝都拋頭 上帝你答應了我什麼什麼 什麼? 什麼時候? 好像冤枉他 什麼都關他事 因為我不知道 但是這些 我是按著他那個文字 剛才我已經逐字這樣讀出來 除非是 寫這段文章的人 完全誤解了 國民詞牧師的故事 完全寫錯了 否則我就真的不能夠理解這段文章 怎麼可能會合理 對 這是一個很 不應該在這裏說的見證 真的有發生 我覺得 不值得拿來說 甚至乎是覺得 這根本上不是一個教導點 就是說 上帝允許你的 你可以很有信心 Fine I agree 但是他允許了你什麼 大哥 你夠錢買東西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所以我覺得這些 很奇怪 這些點 OK 剛才 另外 第五晚 似乎是比較多人談論的 叫做榮辱共存的教會 就是剛才 李總 他提到的大中小計劃 他在這堂上 他說什麼是榮辱共存的教會 他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現象 就是可以達至榮耀的教會 有時候對於世人的眼中 可能是一條羞辱的道路 他說 你要真正去到蒙神喜悅 可以榮耀神的教會 不代表你要做一些很威的事情 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和道很長的 但是最多人談論 就是他在最後那裡 他講他自己的教會 扣堂 他講他自己的教會 扣堂 總之是一大筆錢買東西 那類 他就講過一個見證 他覺得在這堂道裡 這個見證很重要 可以充分地表達 就是他想表達的一點點 OK 他講什麼呢 我們首先聽聽他講什麼 我讀 我也是按著他的文字版 他就說 長話短說 十年前 我們教會就準備扣堂 OK 可能李總 因為他講出大中小計劃 可能他有聽過 但是我讀給一些沒有聽過的朋友聽 他就說我們教會準備扣堂 在香港油麻地就有40年 很小的地方 很多年都很多人說 這個就是那個教會 有什麼問題 他整堂道 那個point 就是說一間榮耀神的教會 他走那條路 可能是 在世人的眼中 是羞恥 是羞辱的 那被人笑你小 那有什麼問題呢 他在這樣的狀況 他又覺得不行 我要抗讀 What 但這個不是重點 你繼續聽下去 但是他一開始 你就已經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 那被人說 這個就是教會 那就好 有什麼問題 你這間教會就是活活 就是那個 榮辱共存的教會 Exactly 就是這樣 但是你 你跟著那個故事 他就說 無論如何 他怎樣都要溝通 What I'm confused 對 很多人留言 就是說 男人就不可以被人笑的小 很敏感 很敏感 Anyway 這個就是教會 他可能會笑他 他說 我們借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學校 有時間限制 在萬聖節的時候 有很多鬼怪佈置下敬拜神 但是又不能拆人的東西 令到我們很難過 我們教會一起祈禱 那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 他在形容那個教會 Exactly 就是榮辱共存的教會 如果他的例子停在這裡 Perfect OK Perfect 但是 就是說 不行 然後他們 大約看了三四十個樓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看了三四十個樓盆 都沒有買 就是因為我們就沒有錢 有一段時間我跟教會建議大中小計劃 三個方案,最大的就是買一萬呎 夠我們用,又可以發展 夠用又可以發展的意思是 大過我們夠用,不用提發展 僅僅夠用的叫中計劃或者小計劃 大計劃就是這樣教他們用,可以發展 我當時認為這是一個很合理的計劃 但其實心裡沒有信心 因為當時一年的收入其實不夠工 他跟一個執事會說大中小三個計劃 但其實事實上他是沒有計劃 他覺得三個計劃都不好 可能他覺得 而事實上也沒有一個地產去理他 然後拖了兩年 後來他計劃一年後離職 在離職之前有一些會友跟他說 後來有些會友要跟他說 你還沒有扣課 然後他覺得是不好 他想完成這件事 他想完成這件事 後來有些會友跟他說 不想留給下一任,因為他覺得已經拖了很久 然後再留給下一任,就拖得更久 但是我覺得其實留給下一任是沒有問題的 聖殿也不一定要由大衛去建的,索羅門建的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anyway,他想完成這件事 他說,他覺得 那個會友跟他說的話,很正確 他就搞到失眠 求神赦免他,沒有信心 後來他痛定是痛 就跟那些執事說 他說,我們不要理會大中西計劃 今天開始只有一個計劃 我們真的需要一個一萬呎的地方 我們跟上帝求 他說,他們只得一個目標 不是說ABC計劃 只得一個目標 就是一萬呎 他說到最後,他本來就是三個計劃 大中西 後來他痛定是痛向神 祈求卸臉之後 只有一個計劃 就是最大的計劃 OK,we go for the most expensive OK OK,他向上帝求 有沒有什麼神跡發生呢? 例如,好像那個 早幾晚的包會員牧師那樣 有人給他一大筆錢 那些又沒有 你也可以說他這個見證 真是可謂峰迴路線 哈哈哈哈 又沒有,又不是這樣 OK 那麼他 他求 一萬呎的地方 他就買 是不是買兩層? 他看到有個 五千呎的 他覺得不夠,所以買兩層 即是一萬 OK 那麼他要買 然後他就說 他原本 因為他這個見證的一段說話就是這樣的 我們原本的預算是一千五萬 然後我說是不是有 白武士出來打狗呢? 他說 後來加到二千萬 哈哈哈哈 還貴了 還貴了 OK 但是 後來發展到那個地方要五千萬 再貴一點 即是他的預算是一千萬 後來的預算就 加到二千萬 然後他找到那個地方就是五千萬 OK 那麼 Anyway他跟那些執事說 後來簡單來說就是 他說要五千萬的預算 然後呢 跟那些執事 談 然後就Present給那些會友 然後呢 就是他們有一個的迎獻 這樣子 跟著呢就有很多錢 就是那些 那些 後來就 買了 我相信 我相信是買了 應該 那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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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很 就是 這個 它 他 就是 但如果是一個榮辱共存的教會,他講的問題完全不是問題 我就看不到有任何的問題,根本上就是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他在講一個這樣的訊息,然後講這個見證 我覺得這個見證是絕對不適宜在這個訊息裏面講出來 不過anyway,他講都講了,裡面也有很多奇怪的細節 我覺得最不安樂的就是,其實他這些建堂的手法就是 構堂的手法就是我不安樂的,我是會覺得 我不知道這些細節是怎樣 如果最終是真的好像他提到說 大家都好,整間教會都好想買一間五千萬的教會 他們很準備好,他們有資源去這樣做 沒有人是被迫的,他們是準備好去這樣做 只不過就是整天在國民慈牧師之前 就想著那個人,我都準備好給五千萬的了 那個牧師就去問價問一千五萬,怎麼買到的? 然後那些執事一出手五千萬,馬上搞定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那些會友,他是願意出錢去買那樣東西 然後他們夾錢去完成,好 但是很多時候,一些教會,一些礦堂的計劃是怎樣呢? 我告訴你,是怎樣呢? 就是有些類同這些,未必是這樣的狀況 但是有一些教會抗堂的手法是這樣的 他們都知道香港的,買樓賣地是超級貴 無論如何都是不能負擔的 所以在一個不可能完成的目標裏面 你就要用一些不可能,一些很extreme的手法去完成這一件事 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們往往那些手法就是洗大 知道嗎? 就是他眼看 就是那些會友,這家教會那些人 就是以他的收入各方面 你都看到他是沒有可能負擔到的 其實是 但是不要理他 知道嗎? 不要理他 焗他買 OK 憑信心 就是你選了一個很貴的地方 你覺得那些人 就是你有數得計的 就是那些人有多少錢 你覺得他們是很uncomfortable 不要理他 先買了 然後不斷去用言語去騷擾他 知道嗎? 講到那時候 就提一下你要為神付出 就是奉獻 就是奉獻 就講到 就是那個抗堂奉獻 不是十一奉獻 就是十一奉獻 就是十一奉獻之外 是吧? 還怎樣怎樣怎樣 不斷在那裏說那些東西 行上一條 你feel uncomfortable的路 是吧? 就是神是多為你 不斷說那些這樣的東西 就逼到那些會友 炒股票 賣血 賣神 有些教會是這樣的 我不是說他這間是這樣的 我說有些教會會用這樣的手法 去買一些太貴的東西 最終他是 fulfill到的 知道嗎? 因為那些信徒 瘋起來 是會被你哄到 但是那件事很多時候 其實是不需要的 其實他這間教會 我聽他這樣形容 其實都有些不需要的 是吧? 他大中小plan 他說最大的plan 是一萬呎 是吧? 夠他們用並且可以發展 是吧? 即是超過他們需要用的地方 你可以發展就是 是吧? 要不然你就是沒有空間發展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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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個不是 教會的整體來的 你只不過是個堂會來的 是吧? 難道你的堂會發展有局限 就會影響到整體教會的成長嗎? 不會的 是吧? 是吧? 又或者你那個區 只有你一間教會 只有你一間堂會 只有你一間堂會 是吧? 永遠沒有這樣的 是吧? 所以我聽他的形容 其實我覺得 他可能是需要一個地方 舒服一點 是吧? 但是如果你告訴我 他需要一個一萬呎的地方 他需要 OK? 需要 那個堂會 那個教會的生死存亡 他需要 一萬呎的地方 我就無論如何 我都不相信 是吧? 沒有可能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有些教會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他當時的情況 是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不會批評他這件事 但是聽起來 聽起來 就似乎 有點像 是吧? 又或者 他可能 也都有可能 就是他那些教會 就和港 蓋珍珠 很多的匯友 原來他們很有錢 誰知道 就是 那個國民詞 他都underestimate 了他們 是吧? 誰知道要五千萬的時候 手道拿來 easy job 原來大家比得起 平時收起來 收起來 是吧?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 可能性是比較低 是吧? 是吧? 收得這麼密 還有呢 其實真的是 奉獻的東西 整個公司只有這麼多 其實你一間教會 因為你有很多信徒 你那些奉獻 你不只是貢獻 一間教會 一間堂會 你有很大部分 去一間堂會 但是對很多人來說 你那個奉獻 不只是一間教會 你一間堂會 你一間堂會 洗凸了 洗到盡的時候 意味一件事 就是說 你是令到你那間教會 所有的人 在那幾年 或者那一年 那幾年 我相信 所有的資源 是只可以專注在那間教會 知道嗎? 他們是沒有能力去支持其他東西 那些什麼神學院 就是出版社 就是很多辭制的工作 都去到那個礦堂那裡 這個是有數可以計 他得那麼多錢 他可以貢獻那麽多出來 支持事工ABC 但是那一刻 A告訴他他最有需要 因為他買了一間一萬呎的東西 本來想著用二千萬 現在用了五千萬 他最有需要 我真的要幫他 所以B 沒有餘力可以幫他 C 也沒有餘力可以幫他 那就是這樣 其實糖水滾糖魚 其實是一個殘忍的決定 是影響到其他的事工 一定是會 這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講這幾行道 他逢是講那些 例子 例子 見證 我覺得 很奇怪 這是什麼例子 對吧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OK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講這一段 就講完了 突然間 有一個人 就向我 說 hi 我問問他 是不是想call in 我們現在聽一首歌 待會回來 看看那一位朋友 是不是想call in 他想call in 就接聽他 如果他不想call in 我們就 move on 就跟我們分享一下 OK 好 歡迎各位繼續收聽今晚的節目 現在有位聽眾說想call in 即是有些relevant的東西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但是我先多謝支持者 我想多謝那些Patreon的特約金鑽贊助商 包括 JimJim小梅子 Alvin Philicin Kalamsul Alsahong BB8 Sam Chan Nikolas Lao Big Tom Ricky Lee Kat M Cheng M SGL C9 Honey Vincent Tortoise Tekpan Wong Joyce Michael Michael Lao 葉詠欣 Alice Lao 還有在YouTube那些特約贊助商 包括P-Tech Low Top72010 Astarlau 李仲叔叔 Building Force Poli Lao Kitscheng 維亞哥 Jason Calvin Alson SGL DONALD TRUMP CAMEL Kevin Wong 多謝各位 好,那現在就是接聽那一位的聽眾 來了 來了 來了,這次可以了 可以了 這次 你怎麼搞的 總之是你那邊不對 對不起 Sorry 好了,下次不要了 片仔聽眾 怎麼稱呼 免不小心說我的真名 天殺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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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已經有call in過 你以前認識call in 你為什麼這次不認識 我不知道 可能我最近搞開台的東西 搞壞了電腦 之後設定來設定去 然後設定了我的東西 所以我經常跟聽眾說 不要看那麼多AV 你網上下載的東西 哪有免費的 很多毒的 知不知道 哈哈哈哈 最重要是 平時不要下載AV 然後中毒 聽我節目的時候 也不要一邊聽一邊下載 因為聲音就會疹 哈哈 好吧,那你分享一下 你以前 因為剛才我看到那些check room 好像有些人誤會了 就是那個國民慈牧師 他不是說現在他在搞構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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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 其實他說見證已經發生了 以前 是 是 應該是十幾年前 是 很多年前 他以前那間 是嗎 因為他沒有開名說哪間 他只是分享他之前 有個這樣構堂的經驗 我想應該就是你心裡想的那間 應該 我想是 如果是的話 我就覺得 他可能有少少 怎麼說 有少少 為了製造的情緒 為了善情 而去講多了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 就是 如果他是講他以前 以前木會那間 那我就是其中一份子 是嗎 即是你有份工五千萬嗎 我有份的 我有份的 我每個星期都給二十塊零用錢的 哦 即算是 不是很憤身的那些 即算是 我那時候是小學生 哦 那也算憤身 和寡婦那兩個錢來的 是啊 這樣啊 那你講一下 是和你的認知有什麼分別 他其實在最 我在他最早在 就是他還在油麻地那間樓上 那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講那間 假設是 應該是 因為他有提到那間在油麻地的 嗯 那其實呢 那時候已經 有幾十人了 那間教會就很小的 真的 我想好像一間堂樓 一兩個大單位那樣 可能 一千多尺左右 然後有幾十人 就在那裡聚會 那時候我爸媽都在那裡聚會 那我好像 我那時候 應該是 幾歲那時候回兒童崇拜那些 幼兒崇拜那些 那接著之後 嗯 接著之後就搬了去 唐 去了九龍堂 我們因為 因為越來越多人 接著之後就搬了去九龍堂 租一個 幼兒園小學的地方 那接著之後 搞搞下又越來越大 還有他們 要收回那個地方呢 所以就 我們又再搬回油麻地 就租了一間 租了一間 租了一間小學的地方 那接著之後就 星期日就上 接著搞下搞下 就 其實我們可以 開始慢慢存到錢 還有 其實我印象中 是整個教會 都是想 找個地方的 那因為 經常要交租 又要借別人的地方 這樣 不好 接著之後他們覺得 是時候要買 所以就搞這個 那我們在那時候 他們選中了地方之後 就是選中了 新蒲崗之後 我們是整個教會的人 是去 是去視察的 那時候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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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一起舉手投票 就是有去的人 我記得那時候 都有差不多百多人 接著就去 舉手投票 買不買的地方 接著之後 大家都很 大家都很 很願意去 扣堂 那時候當然 之後 之後又再加價 那時候 又是另一回事 我記得那時候 都吹了很多次 大家要踴躍一些 要踴躍一些 就是有些信心去奉獻 就是有呼籲過這樣的情況 但是 感覺又好像 沒有說得那麼恐怖 就是這樣 嗯 是的 但不是啊 那五千萬都應該很恐怖的 聽起來 五千萬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 抗到是 應該有二百多人 所以如果五千萬二百多人 還有我印象中 那時候 我們教會 是有很多 是有很多中產人士 哦 就是你根本是有錢 也不知道很有錢的 但是不能出 哦 那我信心的位置在哪裡 信心的位置就是 我不知道 信心的位置在哪裡 我聽完你這樣說 大體的情況就是 剛才 我們假設的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平時那些會友 其實就收起來 但是其實他們是給得起的 可以這樣說的 我聽你這樣說 這個情況就是 其實五千萬對他們來說 就很容易拿出來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 郭牧師 可能就好像他這樣說 就是他的信心 就是極之不夠 就是他就把那個預算 就限制到 由五千萬限制到 去到一千五萬 為什麼 加了預算 就是二千萬 這樣 就大大限制了你們那個購買能力 我聽你說 我聽你說你會比得起 不過很難說 因為你那時候小學 是不是 又不知道玫瑰 什麼東西 你說五千萬就濕濕碎 搞得好像 玩大富翁一樣 是啊 其實有美豬很輕鬆 有些中產人 但是有美豬很輕鬆 要掩都可以掩得到 但是他都呼籲過幾次 我們其實可以用 我們其實可以用 用教會的 用教會的 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就是準備了那些 谷種 怎樣叫 儲備 可以用教會的儲備 來頂住先的 但是呢 我們有一輪呢 已經沒有 就是可能我們上一期 用上上一期呢 就沒有達到 現堂基金的目標 所以大家就要 憑信心和踴躍募捐 這樣 就是講到我印象中 是發生過幾次這樣的情況的 哦 就是叫人募捐這樣 就是可以拿得出的 我覺得 扣堂呢 如果那些會友 很ready 他們給得起 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都是 是吧 但是如果他 但是有時候 如果是 他很ready 很給得起 又好像沒有什麼考驗 就是你又很難在講一堂道 拿出來講 很信心 對啦 很難拿來講信心 其實那些人根本給得起 搞到現在是要 我作為牧者 我要 show些信心出來 因為我都不知道那些人 原來背後收了這麼多錢 因為那些人原來中產 我以為他們是基層來的 哈哈哈哈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是吧 我們這間堂會的裝修其實都很漂亮 所以都不是基層 可能初初是基層 但是 但是 慢慢 就是我們這間教會 是慢慢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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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之後 到 我記得到我們買了這個地方 沒有久之後 然後就被人說 我們 喂 你違反消防條例 你這麼多人來 你來聚會不行 最後我們要分上下五個 因為我 我是真的何等榮耀的教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我聽完 聽完他這些這樣的分享 就是我是完全掛勾不到 就是怎樣是榮辱共存的教會 那個肉 那顆肉在哪裡 究竟 那個肉那個地方 就是人家說 那這裡就是教會 那裡 那裡 但是他很active 這樣remove了那個肉 就是他很uncomfortable 他對於肉那樣東西 是很uncomfortable 他不喜歡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因為 你想一下 我剛才說漏了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如果 你現在要講這樣的 topic 榮辱共存的教會 知道嗎 你要成為一個 受神 可以榮耀神 神所喜悅的教會 你那條道路不一定是人眼中 就是那個要威啊 或者是人家眼中的那個榮耀啊 這樣 裡面可能有包括很多的恥辱 你知道嗎 現在那個社會 有多少這些這樣的教會 或者傳道人 可以來做一個很好的illustration 一個很好的example 知道嗎 現在很多人 有些信徒 他們做一些正確的事情 他們受盡屈辱 知道嗎 被人搜身啊 被人捉啊 被人搞啊 被人用槍子啊 各方面那些 那些在任何人的眼中都是 你是一些非法的人 才會獲得這樣的對待 但是 就是說 他們知道 自己在做一些 什麼正確的事情 對吧 就是將來 人家會知道 終於 對吧 有一個公平的交代給他們 就是他們在做一些 榮耀神的事情 這些是一些 挺好的example 他不講這些 講叩堂 哈哈哈 你叩堂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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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 你給我講 我可以講到 一些挺好的example 是不是 任何人都講到 最容易講 現在這個 這樣的時勢 是不是 請了嘉賓上去 分享 還可以 第一身見證 是不是 你是不是以這些 弟兄為辱啊 我不會以他為辱 將來 他們要在 神的面前得冠冕 是吧 在神的眼中 他們是榮耀的教會 是吧 這些是挺容易講的 他不是 他扭轉去講他 扣堂 是吧 然後他講 他在扣堂之前 那間就真是 真是 榮辱共存的教會 他買了新唐有一萬呎 就沒有肉了 哈哈 哈哈哈 一萬呎的教會 五千萬的教會 那個 那個 那個肉在哪裏 你告訴我 哪裡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就不太覺得有什麼肉 哈哈 我不知道 哈哈 哈哈 是不是啊 所以真的 賣了也好 欸 好奇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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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這一位 知心的前輩友 跟我們分享當時的狀況 但是是好事來的 就是沒有人覺得勉強 就是 大家都是 捐得甘心樂意 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 在他那個 構堂的過程裡面 就是 他那間教會 是沒有 就是 逼迫會友 就是 令會友難堪 因為過去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 都有人打過電話上來 就是分享 就是他們那些 構堂的不愉快經驗 事實上也是 就是 就是有一些教會 早前 不知道哪間 浸信會 他只是講 教會堂 搞到教會分裂 那些就是不ready的 是不是 那些就是不ready的 教會 他那間就是ready的 教會 是吧 起碼在這個point上面 是 好的 但是 但是他選這個example 他選這個見證這個example 殺有介事這樣 去講他的訊息 就不好 OK 對 一樣還一樣 OK 嗯 對 好 多謝你分享 那你現在是否沒有回來的 那間 我現在在澳洲 我想回來 不能回來 我現在上網聽他們 星期日錄播 錄播 錄播 廣獨 那你也還有連繫 對 是啊 因為我上次說我在澳洲這邊 開了教會 他們用zoom 所以我不想 我不想join 你們 是啊 不要支持這些東西 是 是 向zoom 一不可一不可在 向zoom 說不 OK 是啊 好 那我們談到這裡 差不多了 好 下次再call 好啊 多謝你分享 不用 不用 好 早安 再見 好 謝謝 多謝 天煞孤星她的分享 是吧 讓我們可以知道 從 第一身的見證 知道當初的狀況 是吧 多謝她 好 現在已經是晚上11點 11點半 所以我們也不開第二個 topic 我們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就完 OK 那我們就聽一會兒歌 好像我剛才說過 本來我想出個post 正式公開講 但是就 嚴正聲明 是吧 但是就忘記了 是吧 大家都不會覺得出奇 現在的節目快要完 我的鼻子又沒有運行 難道真的是陳四所說 還是有敏感 還是有敏感 我不知道 對開咪 我不知道 咪咪她說的不是開咪 我們過去一段的日子 就是 多得那個 FFX 那個 Zuga Baby 就是他們的 無私的貢獻 就是為我們的節目質素 就是生息不少 但是 有時候 我們節目調動 有時候都要改變一下 所以 由今個星期開始 我們就轉一下 片尾曲 轉一下別的歌 就是這樣 是的 是的 OK 我想很多人都會掛著Christy 我們雖然那個片尾曲 不會行常用他們 但是有時候我們都可以播 如果是 有些聽眾 你就很想看一下Christy 這樣 如果你是贊助商留言 我一定會看到你的意見 我都沒有答應播 我是會看到你的意見 OK Fest Love Forever 他就說哭出來 尾亞哥 他都在哭著 有很多時候 當然會這樣 是吧 Chan Wing Chun 他就說 What about editorial fatigue 那就留下個星期 是吧 留下個星期 因為那個 我想起碼 可以玩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我們會看 我預言 我們會看三段經文 然後 不是三段 我們會 compare 有同一個故事 但是在馬克福音 和其他的福音書裡面 就是同一個故事 在幾個地方出現 我就會問你 就是 他們那個 很矚目的分別在哪裡 就是一個抓錯處的問題 但是就不只是分別的 是會找一些 它有分別 並且是 邏輯上有問題的東西 所以才叫做 Editorial Fatigue 但是那個 就是下個星期 我們才玩 看看下個星期 有什麼 topic 我沒有 topic 就是那個 什麼時候都可以玩 OK 好 我們現在聽聽歌 我們現在